法医在停尸间见到了无比惊悚的一幕 死去多时的男人竟突然坐了起来 在他惊魂未定之际 男人又爬下推车 四肢扭曲着如丧尸般朝他逼近 法医被这无比惊悚的一幕吓尿了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只见男人不但捡起他的手术刀猛 捧穿了自己嘴巴 甚至还从中掏出了一团猪鼠 原来就在两天前 这个名叫艾迪的男人突然跳进了矿洞内的电梯井 电梯内的同伴怒斥着让他滚下去 可他丝毫不予理会 等到电梯降至地底 他又迅速将一颗发光的怪异圆球扔进了人群 不明所以的矿工们刚想靠近查看 却没注意到随着圆球的闪烁 周围的空间正逐渐变得扭曲 也就在回过头的艾迪转身扑向人群时 圆球随即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九名矿工当场遇难 始作俑者的艾迪也没能幸免 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 法医卡尔就来到了镇上 小镇警长是他四十多年的好友 特意邀请他来为遇难的矿工们进行施击 由于赔偿法规定只有死于意外才能拿到死亡抚恤金 而谋杀并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所以警长希望通过卡尔的尸检报告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 但他也提前跟卡尔打了预防针 因为这起案件诡异的就像凌晨的恐怖电台一样 还是永远找不出真相的那种 这一切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小镇上莫名出现了多起失踪案 只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六人神秘失踪 不得已之下 警长只好组织全镇居民进行地毯式搜寻 这才终于有了发现 他们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一个果尸袋 可里面的尸体却十分诡异 因为从伤口来看 死者明显有着被利刃切割的痕迹 但问题是尸体身上连一滴血动摇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警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凶手很有可能会回来找尸体 于是他让手下将尸体放回原位 接着又安排了两名当地猎户蹲守警戒 然而谁曾想到了晚上 两名猎户竟也离弃失踪了 好在第二天 他们成功锁定了那名死者的身份 他生前是一名矿工 失踪前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一家酒吧 那天 他在吧台上见到了一个熟人 他曾经的工友 也是爆炸案的行凶者艾迪 可奇怪的是艾迪却说他认错人了 矿工有些傻眼 明明两人共事了很长时间 而且一直以来关系都还不错 为何现在却突然装作不认识自己了 于是借着酒精 他开始质问艾迪原因 而眼看无法善良 艾迪突然就压低了声音 说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再慢慢跟他解释 接着便让矿工将啤酒打碎 装作喝醉的样子让自己送他回家 随着艾迪的低声难语 矿工也仿佛被精神控制了一般乖乖照顾 也正是从这天起 矿工就此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 再一次出现时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而根据警方的资料 艾迪的确是这个矿场的流动工人 只不过他在九个月前就宣道失踪了 失踪前 他曾告诉朋友他要去登山看流星云 但当流星坠落之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但再也没去过这家矿场 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艾迪了 多方打探之下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他的住所 尽管没有抓到人 但警长还是通过矿工证得知了他现在工作的矿场 这时 角落里一个怪异的球体又吸引了警长的注意 只见球体上不但长满了绒毛 甚至还带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一旁的房东也告诉警长 艾迪跟他说过 这是他看流星云那晚在森林中捡到的 出于保险起见 警长将圆球放进了警车 接着就朝着矿场赶去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他开始搜查 艾迪就主动送上了门 他直奔警车 一把砸碎车窗后抱起圆球掉头就跑 之后便发生了开头的内营 艾迪逃进了矿工 矿底发生了大爆炸 九名矿工连同艾迪当场遇难 警长告诉卡尔 他怀疑爆炸是球体引起 因为事后只有那个球体不见了 但他怎么也想不通的事 为何艾迪会知道球体在警车上 又为何抢到之后他不逃进森林 反而明知在被包围的情况下 转身冲进矿路 这也是他邀请卡尔的原因 希望通过尸检来解开谜团 随后他就带着卡尔来到了停事件 等到警长离开后 卡尔先是打开了录音机 一边记录工作内容的同时 一边做着解剖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 他首先选定了一具 最有可能含有炸弹碎片的尸体 在经过一系列格外下饭的解剖操作后 卡尔惊喜地发现该名死者体内 不但没有炸弹碎片 就连死因也不是被炸死 而是创伤性窒息 正意味着矿工的家属很有希望拿到赔偿 可就在他刚准备将尸体归位时 他却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后脖颈的汉毛也瞬间疏 脑海里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声音 催促他赶快逃跑 卡尔有些不知所措 但并没有太过在意 接着就准备继续解剖第二具尸体 让他诧异的是 他在该名死者胸口 发现了一个直达心脏的奇怪伤口 并且此人还和那具树上的尸体一样 体内的血液都不翼而飞了 卡尔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赶紧推出第三具尸体 又一番解剖过后 果然发现和上一具尸体的情况一样 胸腔上有伤口 身体内无血液 再结合两人的位置 分别在艾迪的两侧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血液 都被艾迪给吸走了 将这个推测记录下来后 卡尔决定立马对艾迪进行施击 也就在这时 停尸间突然传来的一声一响 他试探地走了进去 赫然发现死去多时的艾迪 竟直接坐了起来 接着以一种无比诡异的姿势朝他逼近 这毛骨悚然的一幕 吓得他连手术刀都握不稳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 艾迪在用手术刀打开声道后 近开口向他求救 卡尔瞬间意识到 眼前的艾迪似乎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艾迪随即也解释了自己的来历 他自称旅行者 的确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他的实体很小 并且只需要少量的氧气就能存活 而那个球体正是他的飞船 一旦被人类发现 他就需要立马将飞船摧毁 卡尔追问他原因 可他却表示 他们是不被人类理解的生物 接着就在语言间 展示了他精神控制的能力 当卡尔重新恢复意识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 而外星生物正在吸食尸体的血液 为了保证与卡尔的融合顺利进行 他需要以此来补充能量 卡尔并不想束手就擒 可他却发现自己只剩左手能动 外星生物解开了他的疑惑 因为融合的过程 需要感官运动的参与才能保证完美 至于他选中卡尔的原因 也是因为相比危险的杀人行为 法医的职业不但可以更安全的觅食 甚至还会有食物自动送上门 他还告诉卡尔 他们这个种族对人类的了解 甚至要远超人类 在他刚来到地球时 艾迪意外将他捡回了家 处于幼年期的他顺着口腔就能够寄生 只不过随着他发育成熟 到了现在 他就需要开膛破肚才能进入卡尔的身体 并且为了达到最理想的融合状态 他们舍弃掉了一切不必要的生理结构 包括视觉听觉嗅觉甚至是行动力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才是更为高级的生命形态 可听到这里 卡尔却轻蔑地笑了 他已经找到了外星生物的弱点 这番话让外星生物哑口无言 他干脆就停止了嘴炮 将本体从艾迪的体内拉了出来 随后 外星生物控制着艾迪缓缓地将本体放在了卡尔身上 接着又在他肚子上划开了一道口子 卡尔也知道脱离宿主的本体没有感官 于是他赶忙拿起手术刀朝他刺去 但奈何的是始终都差那么一点 眼看已经无力回天 卡尔的眼神逐渐变得坚毅了起来 他在身上划开了一条口子 站着鲜血在胸口上写下了一句话 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刺穿了耳膜 又割开了脖子 最后还捅瞎了双眼 所以当外星生物进入到他体内彻底完成融合后 迎接他的就只有永恒的黑暗和寄疗了 不甘于此的外星生物又控制起了卡尔的动作 他还有最后一条路 那就是等到警长到来 他就可以再次更换宿主了 可这最后一丝幻想也被卡尔掐灭了 因为要不了几分钟 卡尔就会失血而死 并且外星生物似乎还忘了 卡尔的录音机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他们的对话和这所有的真相都被记录了下来 故事的最后 警长来到了停尸间 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卡尔的尸体 在翻开他的身子后 也见到了他在胸口上用鲜血血下的那句话 这一刻 人性的伟大在卡尔身上展露无遗